第0691章 朕不想英雄救美 只想吃菜 一行五人急速飞行 天空上被撕裂出一条白白气浪 宛如长红冠日 然而 很快就苍穹上的妖艳红光吞噬 小心 前边有蛮族强者 忽然之间 红武夫人脚下火龙一顿 盘旋在天空上 路前 白仙儿 金国夫人母子 顿光一闪停在他的身旁左右 放眼望下去 只见一片广阔平原上 雷起一座座十丈于高的箭台 跳目远望 在远处有一座巨大的石头城池 通天助力 森黑如墨 在城头上 还立了一尊尊蛮族战神的石像 看起来颇为吓人 乍眼一看 那座城池就像是一只上古猛兽 要将人吞噬 野蛮 凶狠 闻名未开化的气息 扑面而来 隐隐之间 在城池上空 涡旋着一片妖艳血光 万亩鱼大 黑暗 扭曲 邪义的圣人气息传达过来 让人毛骨悚然 污吏吧 咔 这时 一座箭台上传出一声巨吼 声传百里 声音中 透着浓浓的警戒意味 就像是古代战争似的狼烟 号奖 下一刻 巨吼声接连响起 传到巨城之内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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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低沉嘹亮 充满杀戮气息的吼声响彻天际 天空上的血光如瀑布般倾泻下来 护照柱整座巨城 光芒闪烁之间 有蛮族文字 邪神图案浮现 还真有几分玄妙 同时 一道道强横气息 从巨城之中冲天而起 朝着路前这边冲沙过来 小心 迎敌 红武夫人神色肃然 从腰间一抽 抽出一只雪白玉香 横在嘴边吹了起来 悠扬相应响起 传彻天地 在她的脚下 那头张牙舞爪的火龙 仿佛得到命令一般 猛的咆哮 发出震荡天地的龙吼 轰轰轰轰轰轰轰 龙躯身上 赤红火焰温度骤然升高 瞬间变成了牛奶般的乳白色 散发着溶金化石的滚滚热浪 这比昊日表面的温度 还要高上十倍 另一边 白仙儿双手持着轻易长剑 应血寒双剑 周身燃起玉冰玄火 亦是如灵大敌 而金国夫人的应对很简单 只是从袖中 靠出一卷金色画轴 不惊不惧 瞬间 蛮族强者降临了 分别是一个求虚大汉 一个身材矮小 浑身裹着黑袍的 蛮族老者祭司 一个蛮族金发少年 一个蛮族红脸妇人 居然是四个五圣巅峰 路前定眼一看 发现这四人 巨是赤膊上身 浑身闻着鞋神图腾刺青 手持巨斧 长挤 兽谷狼牙棒等凶悍神兵 浑身血气强悍的惊人 一族人 天堂有路你不走 竟然送上门来 死 为首一个求虚蛮族大汉 应生硬的语言 爆喝一声 人纵悦而来 一斧头劈开天地 狠狠劈向红武夫人 与此同时 另外三个五圣巅峰 也冲杀出来了 大战瞬间爆发 强烈的音爆声 犹如万道雷霆 爆响在耳边 震到耳膜骨痛 天空之上 火焰四处乱飞 流光四射 刀剑鸡鸣不绝于耳 道道飓风更是冲天而起 猛烈的连山都要吹早 大地都在震抖 再仔细一看战场中心 红武夫人遇着火龙 吹着悬翼萧声 与那强悍求须满足大汉 打得不相上下 白仙儿清喝连连 剑光纵横交错 遮天蔽日 与那激发团团阴雷的蛮族老者 祭祀般的武圣巅峰 也是旗鼓相当 谁也奈何不了谁 另一边 金国夫人展开金色画轴 立刻金光万丈 浩然正气 冲涩天地之间 然后 一个个朱砂文字 从金色画轴里冲出来 化作金刀金甲的小人 成千上万个 近似活人一般 齐声高喝 爆发出强烈的战阵冲杀 以往无前的气势 汗不畏死地 押在一个蛮族富人围杀 略战上风 最后一个武圣巅峰 并没有找上路前 而是找上了武圣后期的姓明云 这小子竟然也丝毫不惧 一赶长枪 枪身之上 撰写了一个个小人图案 丝毫受到演练一套 玄傲招式武技 他持着这根金色长枪 害勇无敌 竟是力敌那个 持着狼牙棒的满足武圣 丝毫不落下风 每一次长枪刺出 枪身上那些小人金光一闪 立刻爆发出 阳刚炽烈的权益 让招式更加凶猛 爆出更加强大的力量 这显然又是一件无上神兵 路前在划水 他并没有出手 一直游走在战场边缘 躲得远远的 这一幕 红武夫人他们看在眼里 只是眉头一皱 都没有说什么 哼 还说自己斩杀了三个武圣后期 武胆匪类 那个姓明云 余光撇过 无限冷笑 还有余力嘲讽了一句 金国夫人立刻冷声提醒道 明云 专心杀敌 毕公子只是五胜中期 实力有限亨 实力有限就该该躲得远远的 别给我们添麻烦 姓明云冷笑一声 体内战役爆发 手中长枪如龙 再次刺杀出去 迅猛如鱼打寒杀 竟是人枪合一 压制住那个蛮足五胜巅峰 然而 面对嘲讽 路前不为所动 目光悠悠 如万年古景 这个姓明云 是浩然正气门门主之子 他娘金国夫人 为人处事 也颇有礼仪 身为他们的儿子 居然这么小肚鸡肠 俨然一副无脑景象 要么 这家伙是真的无脑 要么 是装出来的 但是 这个姓明云活了几百年 修成五胜 怎么看都不可能是一个 为了女人口无遮拦的愣头青 这祸是装的 有阴谋 路前敏锐的察觉到什么 游走全场 余光望了几眼那座蛮族巨城 并没有发现 有蛮族强者继续冲杀出来 这时 大战中的四个蛮族强者 几厉呱拉的怒吼几声 身上邪神图腾虚影 一闪而过 九天之上 四道血光击射下来 打在他们的身上 四个蛮族武圣 立刻身形膨胀三卷 居士变成一层楼高的巨人 手臂有百年巨树斑粗 浑身闪着红光 水火不清 刀枪不入 然后 他们配合默契 形势急转而下 红武夫人 白仙儿 金国夫人 姓明云立刻被压着打 尤其是姓明云 压力最大 那个蛮族武圣 巅峰力让暴增 手中瘦骨狼牙大棒 打出漫天棍影 宛如癫狂一般 毫无章法 一棍棍敲来 震得他虎口发麻 长枪险些要握不住 幸亏红武夫人 三个攻守配合 这才堪堪抵挡住 就在这时 句好想起 吼 那个蛮族妇人 兴堂高高鼓起 猛烈一吐 一团强大的气流 从他口中喷发出来 化作一圈圈 剧烈震荡的音波 冲到四方 强烈到极致的阳刚血气 滚滚如洪流 瞬间扫过在场所有人 竟给人一种神魂 要被震荡 碎裂 瓦解的感觉 浑身筋骨 血气 都在瞬间失控 溃散 就像是身体 被一个力大无穷的人抓住 抖成筛康一般 刹那之间 金色画轴冲出的 朱砂小人 怦然碎裂 化作点点红光 飞回画轴 圣神指示 抓住这个人族女子 她是最佳的祭品 抓住她 这个女子颇为好看 等下我要将在她身上 发泄一番 哈哈哈哈 下一刻 那个蛮族求虚大汉 蛮族祭司老者 还有蛮族少年 竟是奇奇爆发巨好 身上九头斜神怪物 虚有浮现 飞射出去 朝着白仙儿 隔空轰重 让她神魂摇曳 陷入混乱 随后 三人各自祭出 猛烈杀招 围杀过来 让白仙儿 避无可避 这一下变故 谁也没有料到 砰砰砰 白仙儿周身的火焰 被一斧头披灭 随后 蛮族少年 瘦骨狼牙大棒 狠狠敲下 砰的一声 硬血寒霜剑 竟是直接被打的断裂 四下飞射 扑 神兵被毁 白仙儿脸色 瞬间苍白 喷出一道鲜血 但还是咬牙 提起青绿长剑 点刺出万千剑芒 然而 狼牙大棒长驱直下 爆发血光 瞬间破灭一切剑芒 轰的一声脆响 直接将他手中的轻欲长剑击飞 下一刻 蛮族老者 击射而来 双手萦绕着 丝丝紫色雷弧 散发着毁灭万物的 雷霆力量 就要轰拍在白仙儿侧腰 仙儿姐姐 眼见着白仙儿身死 姓名于怒吼惊呼 竟是直接燃烧气血 人枪合一 化作一道金光 冲了出去 就要挡在白仙儿面前 诡异的是 那一道止喝 似乎迟滞了一下 并没有飞射出去抵挡攻击 白仙儿谋中浮现一丝绝望 难道真的要远落在这里 生死之间 一道淡然声音镀进耳中 你答应给我做菜 还没做呢 怎么能死呢 化落 一道璀璨耀眼的七彩光芒 从头照落下来 护照全身 在下一刻 身旁出现一个黑袍男子 伸出一只手来 轻轻将他一拉 拉到他的身后 这只手修长是金白色的 很好看 而且 他的背影很厚实 莫名其妙的 白仙儿脑力浮现出乱七八糟的念头 然后 蛮族祭司双掌轰在黑袍男子的胸膛上 直接轰爆他的衣衫 炸裂出万千毁灭阴雷 强大的力量随即喷发出来 紧接着 黑袍男子身上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黑色梵纹浮起 隐隐之间 有魔神佛陀之声响起 轰一声惊天暴响 黑袍男子 揽着白仙儿细腰 被轰飞上千丈 坠落在大地之上 这人自然是路前 砰砰砰砰砰大地爆裂 以路前为中心 掀起一块块的巨大泥土 方圆石里的巨坑瞬间凹陷出来 然而 空中的路前 依旧稳稳站着 如枪笔直 身形伟岸 顶天立地 凛然若天神下凡 第0692章 你们先打 我先加点防御 什么 挡住了 好强硬的肉身 比族里的金刚力王还要强横 眼前的一幕 将四个蛮族强者震惊到了 皆使师生惊呼 盯着去空中的路前 竟忘了继续攻击 虎咖娘鸡跟鸡吧 这小子怎么没死 那个轰出阴雷的蛮族祭祀老者 更是瞪大双眼 用蛮族的语言 骂了一句脏话 可见他的心神 遭到了极大的冲击 区区武圣中期 怎么可能挡住 武圣巅峰的权力一击 这不可能 另一边 红武夫人 金国夫人 还有那个姓明云 亦是心头震撼 一脸的难以置信 要不是境界骗不了人 他们还真以为路前是人先假扮的 如此恐怖的肉身防御 金刚不坏 硬扛武圣巅峰一击 毫发无伤 连他们都做不到 但眼前的路前偏偏做到了 这还是人吗 这家伙 竟然是真的如此厉害 少年姓明云 瞳孔微微颤抖 心头震撼之余 脸上感觉到几分火辣辣的 原来 他刚才是真的有眼无珠 而且 这家伙 让他的如意算盘失算了 你 你没事吧 这时 去空中 白仙儿望着路前背上那个森黑掌印 关切问道 谋中满是担心 鬼使神差的 他伸出雪白小手 摸了一下那个掌印 嗯 感觉挺硬的 哗啦啦啦 路前运转神功 搬运气体内气血 发出海浪奔腾的巨响 浑身黑金光芒 闪烁不止 闪耀赤木 挤下眨眼 后背掌印才淡淡消去 这时 他才微微一摆手说道 我没事 只是受了一些轻伤而已 然而一张口 丝丝血腥气弥漫开来 确实受伤了 范魔真圣弓是强横 挡住了毁灭阴雷 但那蛮族老者力量凶猛 武技也颇为诡异凶猛 如同钻头一样 冲进体内 震伤了他的肺腑 白仙儿闻到血腥味 连忙立刻从怀里掏出一颗蜡丸 轻轻揉搓 就掉出一颗龙眼大的冰白丹药 递过来 这是北越宫的百连心丹 独门疗伤圣药 你服下吧 清莲香气立刻传入陆前鼻中 只是一点小伤而已 陆前傲然一笑 并没有去拿 随手一招 从乾坤带立拿出一件披风穿上 随后 他目光辟腻 横扫全场 道出一句话 你们可以继续打了 放开来打 我保你们性命无忧 这一句话很是霸气 完全没有将蛮族强者放在眼里 红武夫人 金国夫人文言 神色无比怪异 他们还是第一次 听到有一个武圣中期 口气如此之大 要保护他们这两个武圣巅峰 但偏偏 眼前的陆前还真有这份实力 他的肉身 强横得不像人 这 你扛得住吗 白仙儿也是心中惊叹 收起担忧 但脸上还是有些担忧 怕陆前受伤 陆前胸友成竹一笑 脸上浮现无比强大的自信 区区四个武圣巅峰而已 当然扛得住 别说四个 就算是四十个 四百个 我也丝毫不拒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伤到你一根头发的 听到这话 白仙儿望着陆前灿烂笑容 弄了一下 寂静数百年的心灵荡起一丝波澜 岂有此理 竟敢如此蔑视我等 乌拉巴 喀 杀 这时 那个蛮族求虚大汉被激怒了 发出一声震怒巨吼 抄起血色巨斧 一跃数千丈 从天而降 狠狠批下 是要将路前批做两半 巨斧之上 鲜血淋漓 仿佛有万道野兽魂魄冲出 杀气腾腾 震慑人心 让人好似变成婴儿 被一群野兽围住 本能的恐惧 看力 几乎在他移动的瞬间 蛮族少年 蛮族老者 还有蛮族妇人身形移动 记起杀招 隔空转杀而至 红武夫人 金国夫人 姓明明连忙出招 拦住三人 大战再度爆发 面对巨斧攻击 白仙儿反应过来 赢了上去 手中轻玉长剑 抖出万千剑滑 直刺满足大汉周身要害 叮叮叮叮 剑滑瞬间被辅光劈裂 四周空间爆裂 飓风卷起 掀起一片阴暴 大地再度碎成一块块 粉尘漫天飞舞 在这剧烈阴暴声中 路前脑海之中浮现出一本 发黄发霉的古籍 古籍飞速翻开 一夜夜玄傲如天书的神徒闪过 这是无上其功 不死经 永恒先帝创造的断体功法 共八十一幅神徒 彻底修成之后 天难造 地难灭 肉身通灵 不死不灭 既然防御不够高 那么继续疊防御 这就是路前的底气 仪仗 系统 先修炼十幅神徒 将不死经修炼到第十层 路前目中金光一闪 默念一声 刷 一百七十二万点侠一指直接扣掉了九十五万 一股股洪流信息 玄之又玄的天地感悟冲刷在路前体内 在它的瞳孔中有十幅神秘玄傲 犹如天书一般的图画闪过 或是龙凤争斗或是上古神灵吞天势地 或是九幽冥虫撕裂宇宙 或是世界之术 乘开天穷 结出星辰宇宙果实 下一刻 这些图画仿佛从时光源头 一下子穿梭过来 轰然射入路前的眉心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四周虚空深处 雷鸣响起 嘶嘶挥起神雷 蹦现出来 打在路前的肉身上 渗透进去 与肉身融合 产生神秘未知的质变 然后 一道灰蒙蒙的 拇指大小的光柱 从它天元翘喷射出来 在头顶三尺凝聚成团 飞速如动 变化 最终凝结成一张半尺鱼长 三寸宽 薄如纸张的灰色神符 在神符之上 有两个古老未知的神秘古传 星光灿灿 一眼望过去 立刻感受到神符散发的古玄奥 古朴 浩大气息 无上神韵 让人不敢小觑 这就是不死神符 融合了一丝天地规则的无上神符 此时此刻 路前也明白了不死经的玄奥之处 是永恒先帝 借助诸天万界八十一个不死不灭的古老存在 以它们的肉身为蓝本 创造出的断体法觉 只要体内融合了这八十一个古老存在的血脉 立刻拥有它们的无上防御之力 不死神符 起 没有半点迟疑 路前念头一动 直接激发了头顶的不死神符 嗡 神符发出一声颤鸣 金光闪烁一下 上边的两个神秘古传扭曲变化 在刹那之间融合成一条金色真龙 吼得一声 仿佛从远古传来的龙鸣 神符上的金龙一下子游出来 钻进路前的天原窍 然后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路前浑身开始长出片片金色龙铃 一层层的覆盖全身 包裹了脸面 只剩下一双微眼 疲逆万物的流金龙眼 瞳孔缩成一道竖线 五指也变成为锐利 闪着寒光的龙爪 画龙了 八十一个古老存在之中 就有祖龙的存在 路前曾经炼化过龙珠 身上有一丝龙血 催动不死神符 立刻画龙 拥有龙鸣防御能力 嗯哼这时 一声闷哼传来 白仙儿手中轻易常见 被蛮族求须大汉的巨斧杂重 刚莽力量传来 震得手臂发麻 死死死 蛮族求须大汉 再一步踏出 踩碎百里大地 手中巨斧横扫而来 续莽无敌 砰的一下 打在轻易常见上 直接将常见打飞 然后巨斧轮了一个半圆 一斧头劈下来 直接将空间劈开两半 都头劈向白仙儿的面门 白仙儿刚想退走 打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坚定声音传来 金光迅如闪电 暴掠而来 瞬息而至 一拳轰在巨斧侧面 打爆了空间 轰出一股螺旋飓风 直接震开了辅刃 几乎在一瞬间 白仙儿没有迟疑 秀中一道雷芒刺出 直指点向 蛮族求须大汉的左眼 是天影剑 邪神入体 杀 蛮族求须大汉 突然爆喝一声 身后九头怪物 图腾一闪而过 身形庞大三卷 变成一丈高的巨人 却无比灵活 猛得急速旋转 躲过天影剑刺杀 绕到白仙儿身后 又是一幅头披下来 这一幅 速度快到了极致 浮光上的锋利寒芒 给人一种连星辰 都要一批为二的感觉 无物不展 但陆前比他更快 身形一闪 高大的神区 在千军一发之际 挡在白仙儿面前 当当当当当 巨大夫人劈下来 狠狠劈在陆前的面旁 胸膛上 劈出一大串的耀眼火花 竟是直接将金色龙鳞 劈裂开来 但是 陆前又传出一阵阵范音 黑光在线 挡住了破衣入肉的夫人 这一斧头 只在胸膛之上 留下一道浅白划痕 这是什么 这么恐怖的防御 连人仙之皮 都不过如此 一族人 你到底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蛮族求虚大汉 发出震惊怒吼 就在他想要 抽回辅刃之时 路前一双龙铜冰冷弱血 没有丝毫人类情感 只有高高在上的蔑视 俯视 他一双龙爪猛地探出 合掌 抓扣住巨斧斧刃 天影神雷 杀 这时 白仙儿从他身后转了出来 竟是一甩手 将手中的天影剑甩出轰 伴着一声雷鸣 空间震荡了一下 天影剑化作一道紫色雷剑 爆射出去 击中蛮族求虚大汉的右眼 啊啊啊 蛮族求虚大汉 立刻爆发出一声凄厉惨叫 丝丝紫色雷芒 从他的右眼爆发出来 就要将他脑袋直接轰灭 就在这时 九头怪物图腾一闪而过 竟是化作一团红光 裹着一团紫电剑芒 逼出了右眼 眼处 见到童族出现危机 那蛮族妇人 蛮族祭司 蛮族少年都爆翻路后 琪琪冲了过来 迟了 路前冷冷道出两个字 一步飞起 出现在蛮族求虚大汉上方 然后 笼爪捏出一个玄傲佛影 轻飘飘的 印在蛮族大汉的脑门上 无量印 哼 蛮族大汉脑瓜子 似西瓜般炸裂开来 红白之物四下飞射 死得不能再死了 丁 击杀邪神种子 奖励五万点侠一值 系统提示在脑海里响起 声音无比美妙 第0693章 继续叠甲 眼前的一幕 谁也没有料到 蛮族大汉 武圣巅峰 力量恐怖 肉身强横 连天影剑刺入眼中 都不能顺杀 但偏偏死了 死在一个 武圣中期的手中 眼处 红武夫人 金国夫人 姓明云都不禁瞪大眼睛 心中遭受到 极大的冲击 那剩下的三个 蛮族武圣 亦是震惊无比 停在半空 一脸见鬼般的神情 那可是他们之中最强 守护着一座 圣城的神之王者啊 居然被一个 一族人杀死了 啊啊啊 竟然敢杀我兄 我要与你一起死 震惊之后 是暴怒 那个蛮族妇人大吼一声 好似人先锯吼一般 震爆空间 下一刻 人如发狂的蛮牛野兽 直冲过来 在他的体内 隐隐传出 一声声爆裂阵鸣 好似一团团好日 在爆炸一般 这家伙 竟然是自爆学窍 使出同归于尽的招式 他速度快到了极致 冲到路前面前 身上文刻的图腾印记 血光闪烁 皮肤之下 那一条条青筋 仿佛活了过来 下一刻 皮肤爆裂 那一根根青筋 犹如镜弩射出的力剑 直次路前周身学窍 随之而来的 还有青筋上 散发着浓烈腥臭的血污气息 所到之处 连空间都被腐蚀出一个个孔洞 这显然是蛮族的血术 在蛮族妇人冲杀过来的同时 那个蛮族少年也暴掠过来 双眸心红 持着狼牙巨棒 狠狠敲向路前的脑袋 仔细一看 这家伙脸上 已经阴阴阴森黑暗的邪神气息 谋中没有丝毫人类的情感 只剩下纯粹的杀戮 嗜血欲望 恐怕是已经融合邪神为一体 另一边 那个蛮族祭司也是一样 脸上邪气森森 浑身紫色雷光闪烁 无声咆哮之间 雷光凝聚成人头大小的电球 直射过来 毁灭气息 强大电流 立刻弥漫全场 泯灭万物 砰砰砰 诡异青筋 狼牙大棒 毁灭阴雷 几乎在同一时间轰在路前的身体上之上 三大蛮族强者 同归于尽的一击 强大到了极点 路前的龙灵根本抵挡不住 砰的一声 龙灵寸寸爆裂 化作点点金光 四下飞散 头顶的不死神符裂痕浮现 随着碎裂的空间 片片如蝶飞 双眸也变成了人的瞳孔 不死神符 被破了 随后 青筋打在周深学窍 皮肤之下 涌起神秘金色梵纹 还有淡淡魔器 竟然抵挡住了 但下一刻 狼牙大棒狠狠敲下来 击中他的眉心 大音牺牲 一圈空间震荡波 立刻从眉心处荡漾开来 血光一闪而过 皮肤下的金色梵纹 淡淡魔器 如同被狂风扫落叶一般 直接消弭无形 范魔针圣弓 也被破了 眼见着毁灭神雷 就要轰重路前 将他彻底杀死 不远处 白仙儿 莽得喷出一大口鲜血 脸色瞬间 如同金纸一般 但那被邪神 红光包裹的天影剑 雷光大放 一闪而逝 剑毛划破天空 毁灭神雷 被劈作了两半 可惜的是 毁灭神雷于是不止 仍要轰在陆前身上 远处的红武夫人 悠叹一声 只能甩出手中玉箫 尽最后一丝力量 看能不能保住 她的一点神魂 另一边 金国夫人 暗中掐了一下法印 陆前身上挂着的纸鹤 仍然没有冲出去 姓名云谋中 闪过一丝冷笑 就算是在天才又如何 还不是要死在这里 三个满足五圣巅峰 脸上也露出大仇得报的痛快恨意 生死刹那之间 路前神色无比平静 镇定 望着飘来的两半毁灭阴雷 眨了眨眼 刷 皮肤之下 金光大放 在三千万分之一刹那 凝聚成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人形虚影 然后 金色人形虚影满得一转 六条手臂转成风车一般 狠狠击在那两半毁灭阴影上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紫色音雷四下爆开 瞬间将金色虚影淹没 强大的电流犹如冲击波一般 瞬间扩散全场将漫天灰尘点燃 轰 巨大的火球凭空炸起 等到火球消失 露前仍旧凌空飘雳 身后浮现一尊金色虚影 身上则是覆盖着一层 好似纯净打造的龙灵 在一双金色瞳孔的正中 一个万字缓缓旋转 丝丝缕缕的魔气 如泉水般渗透出来 萦绕周身 龙的威严 佛的慈悲 魔的毁灭杀戮 竟然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给人一种无以言表的气势 这就是范魔真圣宫第二层的 护体之术 魔圣金身 防御不够怎么办 继续加防御 于是 陆前在生死之间 消耗了六十万的侠义值 瞬间修成范魔真圣宫的第二层 练出三头六臂的魔圣金身 这魔圣金身防御无双 还能随念而动 飞出去打人 攻守兼备 可谓是强横无敌 抗住巅峰五圣一击 根本不在话下 若是在配合不死精的画龙防御 久缠不灭金身镜 对上十个巅峰五圣根本不惧 此时 红母夫人 金国夫人都瞪大眼眸 震惊在原地 那个姓明云两眼直瞪 喃喃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若是他没有看错的话 眼前的路前又突破了 而且 这家伙修炼的 绝对是超越天阶的神功 这家伙 究竟是何方神圣 怎么会强大妖孽到这等地步 如此强大的法相金身 恐怕站在原地让他捅 都不可能伤到他一根头发 这家伙 怎么会如此恐怖 这时 姓明云心头感觉到一丝恐惧 对路前的畏惧 大地之上 白仙儿收回天影剑 瞪着路前 震惊之余 心中更多的是欣喜 幸好这B13没事 不然他内疚终生 啊啊啊 你竟然没有死 你怎么可能不死 看到路前活生生的 那个皮肤糜烂 显露一身血红肌肉的 蛮族妇人愤怒到了极点 猛烈吼道 吼声之中 充满了不甘 以及滔天般的恨意 杀意 虎咖娘好鸡跟鸡吧 这小子简直就是打不死的蒙虫 居然这么都打不死他 这可是融合了圣神毁灭气息的神雷 怎么可能还杀不死他 这家伙修炼的的究竟是什么神功 蛮族祭祀老者同样震惊无比 眼睛都要暴突出来 掉在地上 惊骇欲绝 突然 他似乎醒悟了什么 失声惊呼 不好 这家伙如此凶猛 连我们的拼命杀招都能挡住 现在我们受伤了 快跑 等圣神大长老过来 将他镇压 说完之后 二话不说 转身逃向远处的蛮族巨城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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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那个蛮族少年双眸心红 彻底丧失了理智 朝着路前继续冲沙过来 这时 红武夫人 巾帼夫人终于反应过来 炎龙 去 只见红武夫人轻喝一声 轻轻一甩泥上长袖 甩出一个巴掌大的九龙烟火灯罩 随着血气灌注其中 九龙烟火罩化作一道火光飞射出去 同时 脚下的火龙由身摆尾 急速缩小 钻进了那道火光之中 咻 火光迅快绝伦 眨眼间追上蛮族祭祀老者 忙得爆开 化作九条炎龙 咆哮震天 照落下了 轰的一下 瞬间火焰冲天 巾帼夫人一步踏出 出现在蛮族妇人身旁 抬手就是漫天掌影 笼罩住妇人 昭昭夺命 功效要害 路前则是飘在半空 飞来飞去 将那个癫狂的蛮族少年 引到姓明云身前 意思很明显 你就是打声 快动手 姓明云脸一僵 但也只能持着长枪 冲杀出去 与蛮族少年 战成一团 那么 那么 接下来就是抢人头的时候了 路前目中金光闪烁 机会来了 三夕之后 蛮族少年 被姓明云一枪点在眉心 身形震颤了一下 护体钢器被破开了 路前一步踏出 如日月惊天 星辰坠地 轰然出现在蛮族少年背后 一记无量印打在他的后脑勺 轰的一声 头颅炸开 红白之物四下飞散 在那个蛮族少年的身体内 九头邪神虚影浮现 发出一声射魂怒吼 化作一道红光 头射在路前身上 哼 你还能咬我不成 路前根本不在意 舌尖单要吞下 浑身精气恢复 冷哼一声 身形一转 周游六须 无视空间限制 出现在蛮族妇人身旁 这一下瞬移 鬼魅无声 连金国夫人都吓了一跳 送你上路 下一刻 路前面冷如霜 杀意森然 又是一盏无量印 打在钢气摇摇欲碎的 蛮族妇人后背 砰 一声乍响 蛮族妇人一声 钢光碰然碎裂 胸口出现一个掌印 直接整个人炸得四分五裂 好大一颗头颅 飞天而起 然后在这时身上 又一道邪神虚影怒吼响起 化作一道红光投射在路前身上 钉 击杀邪神种子 奖励五万点侠一值 钉 击杀邪神种子 奖励五万点侠一值 系统提示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 紧接着 路前再吞下一颗丹药 一步踏破苍穹 轰然闯进阎龙火海 出现在蛮族祭祀老者身旁 冷声道 你打了我几下 现在我还你一掌 啊 圣神救我 听到他的声音 蛮族老者亡魂大帽 吓得脸色苍白 大叫一声 转身就跑 死 路前冷喝一声 口中喷出一道白色蚝光 瞬间扎中蛮族老者的后背 击穿他的护体钢切 这老家伙被红武夫人的九龙颜罩烧得愈生愈死 钢器早就维持不住 斩先飞刀一击得手 下一刻 路前就要一掌拍在这老家伙的后背上 砰 钢光碎裂 百丈之外 蛮族巨城的中心 一道血色光柱从天而降 柳陵运 还有那个蛮族金状大汉的身影 从中浮现 下一刻 那个蛮族金状大汉怒吼一声 手中巨斧头置出来 化作一道金色光芒 急速旋转 破开九龙颜笼罩 狠狠切向路前的身体 第0694章 分道扬镳 这一斧头 猛烈飞来 破空笑响 仿佛要将人的耳膜穿破 在巨斧之上 还传出千万厉鬼的嚎叫 意外野兽的怒吼 震得人三魂七魄散乱 崩溃 攻击还未凌声 一股大毁灭 大株杀 大破碎的气息 笼罩下来 让人感觉像是末日降临 世界毁灭一般 连世界都要被这一斧头毁灭 区区血肉之躯 又如何能够抵挡 然而路前双瞳金色万字光芒一闪 将梵魔真圣弓催动到极致 对巨斧置之不理 手中无量印直直轰出 砰轰 几乎在同一时间 路前的无量印 打在蛮族祭祀老者身上 震裂他的护体刚气 刚猛无助 碎面星辰的力量爆发出来 将他的肉身震碎成一块块 好似饼干般的碎肉 然后爆成一片血雾 乍眼一看 天空中出现一朵巨大的血花 紧接着 精壮大汉的巨斧 犹如飞转的铁盘 将这朵血花劈开两半 狠狠积在路前身上 竟是直接将他的护体熔灵切开 眼见着就要将路前劈作两半 一个三头六臂 面容模糊的金色虚影飞射而来 撞在巨斧转轮上 撕拉一声 巨斧如同切嫩水豆腐一般 切开了金色虚影 哼 说杀你就杀你 趁着这个功夫 路前身形一闪 在天空中拉出一串长长的残影 回到白仙儿身旁 傲然而立 就是你杀了吴儿 确实有几分厉害 这时 那个蛮族精壮大汉一招手 将巨斧射了回去 立在九天之上 俯视着路前道出一句生硬的人族语言 在他的身旁 柳灵运 还有一大群蛮族武圣强者跟随着 你又是谁 路前双眸微眯 定眼细看 只见这个赤膊上身的大汉 身高九尺 魁梧精壮 胸口闻着九头怪蛇邪神 脸上画满了眼珠字刺青 虎目圆瞪 目光透着野蛮 凶狠 残忍的气息 一看就像是如毛是血的蛮人 再看多几眼 隐约能够看出 这人与柳梦有七分相似 我乃蛮族族长 乌鹤 精壮大汉 丝丝寒光打量着路前 仿佛在准备着怎么撕碎 割裂他的肉身 这小子杀了梦儿 现在又杀了族中长老 杀了他 不用跟他那么多废话 柳灵韵双眸通红 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 每个字都带着滔天杀意 此话一出 那一群满足五圣 发出猩猩般的怒吼 凝笑 沙沙沙沙 将他包了皮 洗干净 献祭给圣神 啊啊啊 他竟然敢杀了乌拉圣城的祭司 最不可恕 最不可恕 我要生吞了他 将他的骨肉一口一口吃掉 还有那几个异族人 通通不要放过不要 圣神降临 我满族人即将踏遍长生界 那几个异族女子 正好拿来替我们繁衍 就像城里养着那几十个个 侏罗一般的 一族女子一样 哈哈哈哈 这时 精壮大汉一抬手 一群满足五圣 据是谋中闪过恐惧 敬畏之色 立刻闭口 路前 白仙儿 红武夫人 金国夫人 姓明云几人 聚在一起 眼神交流 准备着随时离去 你们不要白费心机了 圣神已经开始降临 蛮族族长乌鹤冷冷道 透着一股沙发之气 你们只有两个路 一 成为圣神降临的祭品 二 交出你们身上的宝物 乖乖束手就擒 成为我蛮族的奴隶哼 居然会说出如此愚蠢的话 路前听了 不禁吃笑出声 我总算知道 刘梦为什么会这么蠢 你们蛮族也是这么傻里傻气的 就凭你这个活了几百年 脑子都没有蝌蚪大的 家伙 居然也能当他们的首领 难怪呢 我在来的路上 看到三百里外 有一群金毛野猪 你不如跑去那里 伸长脑袋 轮流给他们踢一脚 说不定还能变聪明 一点扑 呲 声音传开 身旁的白仙儿 立刻笑出声来 红武夫人也是嘴角微微勾起 城头上 乌鹤脸色阴沉 握着巨腹 一股恐怖异常的凶煞之气 开始从他体内散发出来 既然你们自寻死路 那我就送你们上路走 还没等他说完 路前几人转身就走 这家伙是蛮族族长 一声令下 估计真会有数十个 甚至上百个蛮族武圣巅峰冲出来 再加上诡异神秘 防不胜防的蛮族神兵 说不定还真会栽在这里 先避其锋芒 是最佳的选择 修修修 路前一行破空离去 夺路狂奔 哪知道 还没逃出万里之远 前方天际边缘 一道血色光柱冲天而起 连接到九天之上的血光 光芒一闪 乌鹤 柳陵运 还有一大群蛮族武圣就从那血色光柱中飞射出来 传颂阵 路前五人脸色微变 身形一辙 转向另一边 急速飞行 片刻之后 又一道血色光柱冲销而起 此时 整个蛮族星辰 笼罩着一片红光 一根根血色光柱 从蛮族巨城中冲天而起 连接着九天红光 从宇宙深处俯瞰下来 蛮族星辰就像是一颗转动的血眼 若是将星辰平整铺开 成千上万的蛮族巨城 血光相连 形成巨大的诡异法阵图案 赫然就是九头怪物邪神的印记 西坛大阵已成 你们逃不掉的 乖乖成为我蛮族的奴隶吧 这时 乌鹤手持力斧 走出血色光柱 发出一声震慑万寿的咆哮 话音刚落 一抬手 朝着路前几人隔空一批 移到血色辅光 横掠天空 急射到路前几人面前 化作晴天巨剑般大 狠狠披落下来 视若开天辟地 轰 路前体内血气爆发 身上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 猛地长大 朝着落下的辅光顶上去 砰的一声 金色虚影裂痕浮现 在刹那之间碎裂开来 崩溃散开 血色辅光也受到极大的反震 弹了回去 趁着这个功夫 路前一行再度转了一个方向 那人的神辅不一般 是堪比六大宗门 震派神兵的东西 若是被那斧头斩中 除非修炼了超越天阶的神功 不然不可能抵挡得住 这时 红武夫人脸色凝重 遇着火龙 在血色天空上急速飞射 路前几人则是站在他身旁 不对 蛮族人怎么可能这么快跟上来 传送到我们前头拦截 金国夫人眉头微皱 面露惊疑 话音未落 姓明云脸色一变 指着路前 是你 你身上的邪神印记 你杀了四个蛮族巅峰五圣 身上已经有四道邪神印记 你已经被蛮族邪神盯上了 不论你跑到天涯海角 你都会被他们盯上 无所遁藏 无所遁形 你什么意思 路前神色一冷 哼 你杀了那个柳灵云的儿子 他们要杀的是你 你跟着我们 就是连累我们 不 其实一开始 蛮族就是追着你来的 若不是碰上你 我们说不定早就安然离开了 这个蛮族星辰 姓明云冷面说道 满脸敌视 听到这一句话 红武夫人眉头一皱 路前刚想开口 祝他全家宇宙大爆炸 身旁白仙儿立刻冷哼出声 哼 姓明云 你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没想到堂堂浩然 正气门的门主之子 竟然不知道 报恩两个字怎么写 若不是这位毕公子 刚才你已经死了 唉这时 金国夫人叹了一声 向路前拱拱手道 对不住了 切身为求活命 只能先带着吾尔离去 声音落下 转身提起姓明云就走 几下起落 就消失在天际 哼 万恩负义 毕公子 你不用在意 这个无耻小人 白仙儿不屑冷哼 似乎替路前不止 声音还没落下 前方轰的一声 又一道血色光柱 从蛮族巨城中冲上天空 仿佛一根称天之柱 沙沙沙沙 将这些一族人 统统裂杀 用他们的血 他们的骨头来祭祀圣神 一个个蛮族武圣咆哮着 再次冲杀过来 为首两人 正是阴魂不散的柳玲苑 还有乌鹤 看来蛮族人还真是盯上你了 红武夫人摇头轻叹 笑了笑 毕公子 等切身回到大罗圣地 再带切身的女儿过来看你 多谢今日的救命之恩了 白仙儿愣了一下 这两人认识的吗 下一刻 红武夫人遇着火龙 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远去 一下眨眼就不见了踪影 路前眉头一皱 自己是可以躲进长生殿 但白仙儿怎么办 念头一起 她瞳孔猛地一缩 长生殿感应不到 路前猛地抬头 望向九天之上的那片血光 眉头紧皱 难道是这邪神大震的缘故 白姑娘 我们后会有期 念头一闪而过 路前转身便走 竟是独自一人夺路狂逃 朝着远方奔去 快到连白仙儿都没能开口挽留 唉 我又没有说不愿意和你死在一起 白仙儿心中忧叹一声 欲起天影剑 化作一道紫雷剑芒 呼啸远去 我去追杀那小子 追上来的柳灵运有牙切齿 道出一句话 袖手一招 手中多出了一根血色骨弓 冲天煞气 立刻弥漫全场 乌鹤见此 眉头一皱 似乎有点忌惮 这把血色骨弓 这次 我见到那小子 就要一箭射死他 柳灵运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 杀意冲天 转身冲进血色光柱里 第0695章 是仙宫灭神剑 刷 血色光柱 巨的颤抖 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 柳灵运一身煞气 从光柱里走出 目光冰冷如霜 只剩下纯粹的恨意 杀意 在他身后 背着一张巨弓 一张来膏 材质是血液一般的骨头 血光迎转 如水流淌在弓身上 在巨弓两端 雕刻着两个森黑舌头 好似斩掉活舌的头颅 直接粘合上去一般 栩栩如生 张开疗牙 显得颇为猙獰 凶狠 隐隐之间 舌口之内似乎传出 阵阵厉鬼嚎叫 巨弓的弓弦就缠在两端的舌头上 是纯粹的血色 夭夜无比 还散发着一股强横害人的权益 人仙权益 这一根弓弦 赫然是用人仙的精炼制而成的 找到你了 这时 柳陵运似乎感应到什么 一手握住巨弓 一步踏出天空 降临到一座通天山峰之点 在天际边缘 一道熟悉的气息 正在飞速接近 那是邪神的指引 柳陵运咬着银牙 抬手一抓 从虚空中抽出一只白骨长剑 五尺鱼长 手臂粗细 上刻九头邪神图腾 透着黑暗阴森的毁灭气息 下一刻 他搭弓引箭 咔咔咔的 直接将巨弓拉成满月 顿时 整张巨弓 骨剑 完美的融为一体 闪烁着妖眼红光 遥遥地对准天边 这是蛮族的士仙弓 灭神剑 是供奉在蛮族的两大圣器 威力巨大 曾经射杀过五个入侵蛮族的人仙 然而 使用圣器的代价很大 需要消耗百年的生机寿源 为了暴杀子之仇 柳陵运已经拼了 嗯 怎么回事 地印怎么动了 血色天空下 路前突然脸色一变 身形瞬间顿住 从怀中 掏出九龙地印 却发现地印颤鸣不止 烫得惊人 似乎在警示着什么 再仔细一看 丝丝黑气 凭空而来 似乎想要钻进九龙地印里 但被里边的金色气韵给挡住了 路前见此 神色无比凝重 将地印一抛 双手掐出法印 口中念念有词 送着朱仙廷的无上经文 地印在身前 地溜溜地旋转着 散发出一圈圈金灰 隐隐之间 传出万名山呼万岁的声音 下一刻 心血来潮 眉头一阵狂跳 木大的危险 从心头涌起 让路前汉毛直立 有生命危险 路前金色龙筒 猛地缩成一道竖线 目光四下扫望 耳朵竖了起来 四下是一片颜绵群山 在邪神气息压制下 万物射服 天地一片寂静 唯有风声 水声 还有树叶摇动的声音 传进耳中 安静地让人害怕 没有迟疑 路前身形往下坠落 潜入山林之间 一招手 几个乾坤带飞出 飘在眼前 里边的东西 也哗啦啦地倒了出来 一套金色铠甲 一套银色铠甲 还有一套是土黄色的衣服 这些都是路前从系统商城 还有正义到盟里买到的防御神兵 花费了不少的原石 金色铠甲名为天龙铠甲 银甲铠甲是铁锡甲 土黄衣服是神兵 名为土圆衣 能够放出土煞元气 形成防护罩 都是价值五六千狭义值的上品防御神兵 自从他突破五胜之后 系统商城卖的东西就变成了十个 卖的东西五花八门 路前有空没空刷新两下 看到有用的立刻买下来 炼制裴鹰丹需要的天地阴阳煞气 他的买了不少 正因如此 他才准备有信心炼制大量的裴鹰丹来卖 这两套铠甲异常沉重 穿上后速度猛降 出手也不麻利 不过 危险无处不在 还是先穿上再说路前沉吟一下 立刻将土圆衣披上 再套上天龙铠甲 铁锡甲 二话不说 灌注血气 直接催动 嗡嗡嗡 三声轻迷响过 路前身上多了一层土黄色的元气蛋壳 护罩全身 两套铠甲也仿佛活了过来 与皮肤上的龙铃融为一体 不错 这土圆煞气坚硬无比 能抗诸五胜巅峰一击 只不过双腿沉重无比 好似绑着十座山脉 寸步难行 路前摸了摸那一层土黄元气 试着飘飞出去 眉头一皱 速度骤然变得极慢 仿佛一下子掉回飞天径 只能一瞬间飞射五六里 就这样 路前头顶不死神符 脑后闪着九重七彩光运 身上套着土原钢罩 内里有两套铠甲 不死精的龙铃防御 飞射而出 在他的眉心处 一团金色虚影 三头六臂 随时击射而出 这六层强大防御 让他心中大吻 但是 谋中还是有一丝阴霾 凝散不去 蛮族的邪神大阵已成 正在对星辰之内的人族 围追堵截 他玩堵猫猫 也躲不了多长时间 刚飞出一座密林山头 前方出现了一座 绝天接地的巨大山峰 好似一柄利剑 插在大地之上 遥望那山峰的山巅 有一团幽艳红光 散发着射人无比的气息 红光之中 是一个腰弱浮柳 云并如带的清丽美人 冷面如霜 正在拉弓如满月 宛如女武神祥事 正是柳灵运 在路前看到他的瞬间 他也看到了路前 小贼 给我儿子赔命 柳灵运一道无比纯粹 尖锐的杀意 穿越空间 传入路前的脑中 然后 手中弓弦一放 砰 弓弦乍响 巨剑化作一道巨大血光 猛烈射出 似剪刀一斑 将血部一斑的天空 剪出一道白色的空间裂痕 剑光所过之处 方圆百里的蛇虫鼠蚁 飞鸟鲑鱼 都在一瞬间死亡 翻身 这是何等恐怖的一剑 光是剑鸣 就能将百里之内的万物魂破 震得魂飞魄散 直接死亡 这是什么神兵 路前脸色巨变 下意识的就要闪躲 但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天空之上 凭空浮现出一座金色的形台虚影 古老 荒凉 血迹斑斑 在形台上 绑着一个金甲天仙 怒吼不止 下一刻 一只血色利剑 从无名时空之中穿出 击射而来 直接将金甲天仙贯穿 牢牢定在形台上 直至死亡 紧接着 金甲天仙换成了魔神 换成了巨龙 换成了凤凰 昆鹏 佛陀 但一一都被血色利剑射杀 这是一段幻象 是无尽遥远过去 那巨龙曾经射杀过的 仙人的画面 都烙印在利剑之中 随着利剑射出 震慑新神 这一段段画面 再度出现 然而 现在 一座形台虚影 出现在路前背后 仙人的怨魂 化作一道道黑气锁链 从背后缠绕而来 将它死死缠绕在 金色形台虚影上 它 即将成为 被利剑射杀 动穿 犹如那些 被利剑射杀过的 强大仙人 魔神佛陀 真龙凤凰一般 被钉死在形台上 变成新的一段画面 等下次利剑 再度射出时 又会浮现出来 路前躲不了 这是事先之功 是事先之剑 必杀的一剑 在它的注视下 血色巨剑射来 扎在胸膛上 最外层的土黄色 原杀弹壳护照 咔嚓一声 直接碎裂 然后 锯剑长驱直入 箭头急速旋转 如同电钻钻豆腐一样 直接扎穿天龙铠甲 铁锡甲 还有不死精的 护体龙鳞 伴随着火星暴闪 土原一 天龙铠甲 护体龙鳞 被撕裂成无数碎片 四下飞射 紧紧一下 催枯拉朽般 四层防御 顿时被破 啪 一声轻响而已 膨胀放大的七彩光圈 与不死神符碎裂开来 崩溃做混乱元气 不复存在 在生死之间 眉心处一团金色虚影 飞射出来 猛烈咆哮着 撞上了血色剑光 血色剑光骤然一顿 然而 仅此而已 下一刻 血色剑光爆发出一股风锐煞气 直接穿透金色虚影 朝着路前的心脏狠狠扎下去 通天山峰山巅 柳陵域目睹这一幕 苍白萎米的瓜子小脸上 浮现出大仇得报的快意 这小子已经死了 但就在这时 一声猛烈爆响 在路前胸膛炸开 一团银色神雷 浩浩荡荡 阳刚猛烈 喷射在血色剑光上 随后 一团青色人形蒲玉 凭空弹出来 抵住了血色利剑 使人仙石胎 这就是路前最后的防御 乾坤带收着人仙石胎 放在胸口 视线之剑射穿乾坤带 人仙石胎自然弹了出来 帮路前挡住了利剑 就是这样 血色利剑爆发强劲无比的贯穿力量 抵着人仙石胎 巨石抵着路前 在银雷血光交织之下 往前飞射 砰砰砰砰砰砰砰 一座座山头 被撞爆了 巨石夹杂着树木 冲天而起 漫天飞射 弹指刹那之间 路前被顶着撞飞数百里 撞穿不知多少山脉 最终 忽然砸在一座巨山山腰 连同人仙石胎 被狠狠砸了进去 砸出一个巨坑 只剩下一根血色利剑剑尾 留在外边 剧烈颤抖不止 下一刻 山腹炸开 路前飞天而起 一手擦去嘴边的鲜血 眸中透着几分凶狠 凌厉杀意 你竟然没死 你竟然被灭神剑射中都没死 那蒲玉之内 有四人似猴的仙胎 那是人仙石胎 你是大前皇帝 路前 柳陵运持着巨功 一步飞来 看到路前没死 骇然失声 这可是射杀人仙的神剑 更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这个人居然是路前 但是 他双眸心红猙獰 杀意森然 就算你是路前 你爹是赵玄机 你杀了我儿子 我照样杀你 死死死 怒吼之间 一招手 那只钉在人仙石胎上的血色巨剑飞回去 落在他的手上 然后一口鲜血喷上去 血光闪耀惊人 就要再度搭弓引箭 射杀路前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在这根手臂粗大的骨剑下 突然窜出一条筷子粗细的金色魔蛇 张开獠牙 迅如闪电 一口就咬在柳陵运手腕 这是太上魔宗 震派神兵 索龙魔蛇 他中招了 第0696章 嘿嘿嘿 抓住了柳陵运 生死之间 路前毫不犹豫的默念系统 准备回收灭神剑 然而 这灭神剑太过强大 根本回收不了 路前只能退 而求其次 花费十万侠一职 照出锁龙魔蛇 潜藏在巨剑之下 刺激而动 因为这样的神剑 一定会被收回去的 只要一飞回去 就是柳陵运中招之时 果不其然 柳陵运心中的杀意 无比坚决 纵使知晓路前的身份 也要将路前当场射杀 报杀子之仇 纵使再度消耗百年寿命 生机透支也在所不惜 于是 他中招了 金色魔蛇一口咬在柳陵运的右手手腕 尖利獠牙寒光森森 直接咬破皮肤 扎进血肉深处 啊 柳陵运只感觉到一股刺痛 从手腕传来 诡异气息 瞬间涌变全身 他打了一个冷战 然后 体内钢气 血气 穴 翘 甚至六十都被封锁住 再也运转调动不起来 胶去一软 就直直坠向大地 手里的是仙弓 面神剑已握不住 随之掉落 休 这时 路前大手一抬 袖中喷出滚滚黑气 化作一只白母鱼大的英明大手 捞取下来 犹如大网捞鱼一般 将人和神功利剑抓住 一层淡淡的黑色寒霜 咔咔咔的凝结而成 覆盖在柳陵运身上 将他整个人冰成一坨 下一刻 袖袍在他惊恐眼眸中放大 路前大手一抓 就将人收进掌中天地 没有半点迟疑 扶下一颗丹药 冲进巨空中 收起人仙石胎 夺入狂飙 三溪之后 蛮族巨城中冲出一群蛮族五圣 他们震惊狂吼道 不好 族长夫人被掳走了 圣气是先公 灭神剑也被那一族人夺走 我们快去抢回来 那人现在神功在手 去送死吗 快快快 快回去禀报族长 就族长夫人抢回圣气 半盏茬后 路前的身形出现在一个山洞里 一抬手 那把血玉骨弓落在手中 连同那只白骨面神剑 也被他扎在手里 神功巨剑一出现 立刻剧烈颤抖着 犹如一条真龙在拼命翻滚 挣扎 想要脱手飞出 路前血气一催动 灌注其中 想要炼化收服 吼 一声充满野蛮 血腥 残忍的怒吼 立刻从血玉骨弓中传出 震开了路前的血气 还化作一道精神冲击 轰敬路前的眉心 这是蛮族供奉千万年形成的意念 类似香火信仰之力 强大纯粹到极致 堪比一旅人先权益 附在神功利剑上 已经融为一体 变成功灵 根本不容万人染指 路前眉心一透 连忙运转 泛魔真圣功 镇守神魂 随后收起誓仙弓 灭神剑 关到人仙石胎的乾坤袋里 人仙石胎的神雷阳刚赤裂 足以镇压住这副誓仙弓剑 印记不除 蛮族人很快着上来 下一刻 路前低头 看着手上的邪神印记 脸色微沉 一扶手 柳灵韵就被甩飞出来 掉在地上 此时的他 手腕上缠咬着一条金色魔蛇 身上也覆盖着淡淡黑色薄霜 只剩下一双瞳孔可以动弹 路前神色冰冷如铁 上前一步 剑指点在柳灵韵周身各翘 啪啪啪啪啪啪啪 几下功夫 柳灵韵大翘破碎 钢气如长江大河滚滚泄出 几个呼吸之间就没有了一半 实力直接倒退回五胜初七 感觉到肉身的变化 柳灵韵怒谋喷喷火 杀意森森 恨不得当场将路前声吞火波 告诉朕 怎么才能抹去邪神印记 路前大手一抓 如老鹰抓小鸡一样 将柳灵韵提起 捏碎她身上的黑色寒霜 冷面问道 咔的一声 肩膀也被捏碎了 这个女人险些一箭射死她 自然不用客气 柳灵韵脸上闪过一丝痛楚之色 咬牙切齿 死死瞪着路前 眸中透出几分癫狂 原来你就是路前 好好好 有你给我和我儿陪葬 我儿足以安息 想逃出蛮族星辰 做梦 我是死都不会告诉你的 你就等着当邪神的食物吧 是吗 路前双眸微眯 冷哼一声 大手一划了 青光裂痕浮现 喷出了一具尸体 掉在地上 是柳梦的尸体 小子 你想干嘛 柳灵韵转头一看 瞳孔一缩 路前没有说话 只是从怀里 掏出一颗轰扇迁雷珠 血气灌注 扔在柳梦的尸体上 顿时 红山千雷珠闪射其紫光 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从里边传震出来 实习之后 即将爆炸 到时候 别说柳梦的尸体 方圆百里都要被彻底摧毁 在无量光和热中化为虚无 你告诉我压制鞋神印记的办法 震留你儿子一条全尸 路前冷冷道出一句话 听到这话 柳灵月眸中闪过挣扎之色 又是恨意 又是不甘 更多的是痛苦 最终 他咬着牙 飞速吐出一句满足咒语 哈库拉鸡马塔塔 路前眸光冰冷 一边听着 一边望着手背上的血色九头鞋神印记 很快 咒语念完 一阵清风吹过 那一个血色九头鞋神印记随风消散 手背再度恢复光滑 空无一物 阴森黑暗的扭曲气息 也不再负在路前身上 路前也很守承诺 身后金光虚影一闪 飞射出去 团成一团 将那颗轰山千雷珠裹住 轰 轰山千雷珠 雷珠爆开了 但纸炸的金色虚影颤动了一下 赤木的白光闪耀起来 照得整个山洞透亮无比 滚滚热烙 随着剧烈强光传开 融化一切 然而 金色虚影无比强大 金刚不坏 牢牢裹着雷珠爆炸的余波 一丁点都没有泄露出来 几个呼吸后 强光高温消失 金色人影暗淡了不少 飞回路前眉心 目睹这一幕 柳灵运又是心头震惊 这是何等强大的防御神功 难怪这小子刚才被灭神剑射中还不死 很好这时 路前冷着面旁 神色威严 接下来 我要你带我离开蛮族星辰 柳灵运一听 面露讥讽之色 呵呵 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想离开 你杀了蛮族那么多武圣 还抢走了两件圣器 纵使我帮你消去邪神印记 但蛮族的人会倾巢而出 挂地三尺也要将你找出来 朕不是在问你意见 朕是在命令你 路前的话中有一股不容智慧的霸道 犹如帝王之言 不可为逆 朕 你走得掉吗 柳灵运不屑冷笑 脸上有一种同归于尽的痛快恨意 等下你被蛮族人抓住 身份暴露 你会立刻被杀死 根本没有一丝生还的机会 想让我带你走 我怎么可能带你走 我纵使生死 化作亡魂 也要亲眼看着你被台上邪神祭坛 薄皮割肉踢骨 被邪神彻底吞噬 哈哈哈哈 这女人是存心药 玉石俱焚 路前眉头微皱 转头望向地上的柳梦尸体 怎么 你又要用我儿子的尸体威胁我 柳灵运一看 讥笑道 我儿子已经死了 就算被雷珠炸成灰 死无葬身之地又如何 我刚才替你抹去邪神印记 是想亲眼看着你 在恐惧中绝望 像一只牢笼困兽 四处逃窜 挣扎 最后被蛮族抓住 生生虐杀 这样才能谢我心头之恨 路前眉头紧皱 感觉到有点棘手 突然之间 她目光金光一闪 突然玩耳一笑 夫人 朕想过了 上次给你当儿子 赔给你儿子的办法 很不好 所以 朕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赔偿办法 准备赔你十个八个儿子 你什么意思 柳灵运瞬间被几声寒 脸色一变 似乎想到了什么 咬着银牙紧盯着路前 你该不会想侮辱我 让我给你生孩子吧 路前笑而不语 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这让柳灵运目中恨意 木火喷烧 目光虽要是人 但突然 她笑了 笑得很是疯狂 好啊 来啊 满足的人 应该在半盏茶之内 搜到这里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爵士天才 能不能在半盏茶之内 一发入魂 你误会了 路前摇头一笑 柳灵运目中 闪过一丝惊疑 这时 路前掏出一颗丹药 直接塞进柳灵运的口中 丹药入口即化 瞬间化作一股暖流 散到四肢百孩 一丝幽香 立刻从她体内传出来 你给我服下的是什么丹药 柳灵运精疑问道 路前微微一笑 只不过是普通的丹药而已 只不过 闻到这里幽香 一些男子 或许会丧失理智 做出禽兽之事 朕心怀慈悲 准备将你送回 蛮族巨城中 将你和几个蛮族人 关在一起 柳灵运脸色巨变 路前继续笑道 当然 朕在离去之前 会废掉你的学窍 让你修为倒退到飞天境 你弄丢两件盛气 这族长夫人应该做不了了 不过 当几个蛮族人的娘子 将功赎罪 应该也没问题 等过几十年 这回来看你 应该可以看到 年老四衰的你 照顾着一大堆的蛮族儿子 享受天伦之恶 这画面想想都无比美好 怎样 正对你不错吧 杀了你一个蛮族儿子 赔给你同样几十个蛮族儿子 够了 柳灵运的脸色 无比难看 咬着银牙 吐出两个字 蛮族人还没开话 低级凶嫂之类的事情 很是平常 他若是修为被废 还真有可能 被当作奴隶畜生 像抓来的人族女子一样 替蛮族人生子 过着凄惨无比的生活 想死都死不了 一想到这他就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心底涌现出几分恐惧 最终柳灵运谋中闪过珠般复杂神色 咬着牙万分不甘地吐出一句话 好 我带你走 第0697章 邪神即将降临 柳灵运屈服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陆前居然会想到这么一个阴毒的招数 朕信不过你 然而 陆前双眸微眯 透出两道精芒 万一你借着这个机会 待朕进入陷阱 同归于尽 那朕岂不是插翅难逃 这家伙还真是谨慎 柳灵运谋底赏过一丝不甘 显然是准备着这样做 引陆前到蛮族圣城 玉石巨坟 蛮族人差不多追过来了 那朕就送你一城 送你回蛮族巨城吧 陆前冷笑一声 袖袍一卷 收起柳梦的尸身 准备出发 慢着 柳灵运脸色一白 连忙喊道 我可以发下毒誓 但是 你要是离开了 千年之内 不得寻仇 不得用任何手段 借任何人之手 找我柳家麻烦 好 没问题 你发誓吧 陆前沉吟片刻 点点头 当即柳灵运咬咬牙 开始发誓 我柳灵运 愿许下血世 若是有半点伤害 算计陆前的念头 立刻学窍破裂 血气上涌 逆乱心脉而死 死后永坠无见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乌拉玛哈塔塔 事成的瞬间 一片金光闪过 身后的邪神图腾印记 光芒暗淡 路前立刻感觉到 冥冥之中 缠绕在柳灵运身上的 邪神气息 似乎散去了 不复存在 哼 我现在已经引下邪神图腾 那蛮族人也追踪不到了 该你发誓了 柳灵运冷哼道 路前掏出地印 神色庄严 宿慕道 镇 路前 大前皇帝 以大前千亿百姓之命发誓 安然离开蛮族星辰之后 不会用任何办法 任何手段 找任何人找柳家麻烦 若为此事 大前千亿百姓暴毙而亡 汪 九龙帝印金光一闪 天地生出感应 是成了 哪知道 柳灵运还不满意 陈生道 你用大前千亿百姓的姓名发誓 后果也报应到他们头上 你却毫发无伤 这让我怎么信得过 路前将地印塞回怀里 当然道 你也知道 正修炼的是王朝气韵 百姓越多 气韵越强 这千亿百姓死了 正修行之路也就断了 说不定还会遭受到气韵反噬 而且 万一你们柳家借着这个誓言 行事肆无忌惮 逼朕找你们麻烦 岂不是破事了 朕自然不会拿自己的性命来发誓 这家伙还真是心似如发 柳灵运一听 虽然恨之入骨 但也不得不赞叹一声 想想自己的儿子 给了他四个满足五胜巅峰 居然还能让路前逃跑 搞出这么多事情 致使自己沦落到这个凄惨地步 心中就冒起一股恨铁不成钢的怒气 好了 发誓完毕 我们也该出发了 路前神色一速 抓起柳灵运 飞出山洞 朝着他指出的方向 急速飞驰而去 血色天空下 顿光一闪而过 周游六须弓运转到极致 天地山泽 风雷水火之力 从四面八方涌来 加持在路前的身上 让他速度暴增 很是轻易地甩开了 身后追来的蛮族强者 在柳灵运的指点下 他绕过一座座蛮族巨城 穿过平原 山川 大海 雪原 最终一片冰天雪地映入眼帘 狂风呼啸 大雪纷飞 极寒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冰天雪地的深处 一座金光璀璨的巨城 拔地而起 无比的宏伟 壮观 好似黄金之城 漂浮在九天之上一般 在巨城之内 一道血色光柱 冲天而起 拖着一尊巨大无比的血色祭坛 上边供奉着一颗巨大的黑色瘦卵 十丈鱼高 五丈宽 一层幽幽幽也血光 流淌在瘦卵的诡异花纹之上 似呼吸律动一般 明灭暗淡闪烁 每一次闪烁 猛恶 猙獰 凶狠 暴力的气息 如连衣般扩散四方 笼罩十天九地 让人心神摇曳 本能的恐惧 此时 无数蛮族强者 守护在祭坛四周 戒备森严 空气之中 还有丝丝刺鼻的硫磺 岩浆气味 这是蛮族的老巢 邪神即将降临的地方 柳陵运 你真的想同归于尽 路前隐藏着乾坤代理 游走在虚空之中 透着萌萌清光 眺望着那一座巨城 冷声问道 身旁 柳陵运冷哼道 哼 整个蛮族星辰都被邪神大阵笼罩 别说苍蝇 连人先都走不出去 你想要离开 得借助静怜焰火 在静怜焰火出事的一瞬间 火焰冲天 会将大阵烧出一个孔洞 到时候你自己跑吧 只不过 跑之前记得被解药给我 其实 刚才那药没有解药 或者说 满街都是解药 路前淡然说道 什么 柳陵运脸色巨变 精声问道 满街都是解药 是什么意思 路前淡淡道 这丹药的名字叫做万人斩 万人斩之后 你身上的香气也会彻底消散 这么说 够明白了 万人斩 柳陵运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聚 阴沉得要滴出水来 杀人的目光 死死盯着路前 路前突然玩耳一笑 露出阳光笑容 其实我是骗你的 这丹药只是一个让女子散发香气的丹药而已 不幸的话 你搬运气血 走周天经脉三千次 香气自然会溢散干净 听到这话 柳陵运二话不说 开始运转气血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她身上的香气果然消散 当即柳陵运美眸圆凳 气得胸膛起伏不定 死死盯着路前咬牙切齿吐出一句话 你老娘的竟然因我 居然直接骂脏话了 可见她是何等的震怒 我们可是生死之敌 因你这不是正常吗 话又说回来 竟连夜火真的在这里 路前神色狐疑 暗中开了一下宝物扫描 并没有任何的发现 在邪神大阵影响下 先天道机也感应不到一火气息 柳陵运勉强平复 心中怒气 谋中闪过一丝不甘 极阴之地 生极阳之物 这一处冰天雪地 是满足星辰至阴至寒的地方 阴气汇聚 阴阳造化 但生出一缕净莲夜火 这净莲夜火是满足的 是那一尊未知邪神的 邪神降临长生界 条件无比苛刻 受卵需要吞噬大量武圣的生命本源 还要融合净莲夜火 净化异界气息 与这片天地法则融合 才不会被排挤回原来的空间未面 然而 柳文旭为了得到这里神火 直接让他嫁给蛮族族长 暗中联姻 不然他堂堂天之娇女 绝世天才 何须下嫁给一个如毛影穴的野蛮人 走吧 绕过这座蛮族盛城 柳陵遇面无表情道 陆前文言 心念一动 欲使着乾坤带飘飞出去 绕了一个大圈 绕过那座蛮族巨城 余光一瞥 他赫然看到 血色祭坛上 一些蛮族祭司 绑着几个赤身科体的人族武圣 抬着灯上祭坛 供奉在那颗巨大寿卵前 下一刻 那些蛮族祭司跪在寿卵下 口中颂唱着意义不明的语言 似是邪神低语 又是魔鬼低难 让人听得毛骨悚然 随着咒语响起 那一颗寿卵上 血光闪烁 猛得照亮了寿卵内部 是一团影子 邪神的影子 在路前的注视下 邪神虚影 一下子从寿卵里窜射出来 九颗头颅 争獰凶狠 闪着红光 狠狠扑咬在那几个人族武圣身上 一出来的庞大血气 竟是比人仙十胎 还要强上三分 这个邪神 还未破壳而出 就已经堪比人仙了 若是真正的降临 恐怕会达到这个世界的巅峰 是真仙的境界 啊 九头头颅 虚影几下撕咬 就将五圣心肝 眼睛 场子吃掉 只听得五圣七粒惨叫 想撤天地 场面无比血腥射人 路前心中一寒 若是他被蛮族抓到 恐怕也是这个下场 然而 目睹着这血腥残忍的一幕 那些蛮族武圣 蛮族祭司 发出狂热的吼叫 满脸的崇拜 兴奋 还有蛮族语言 赞颂着那一尊邪神 虚神虚影 几下功夫 人足武圣被邪神吞噬掉 虚影一下子窜回受卵之内 影子似乎凝实了几分 路前看到脸色冰了无比 但是他没有冲动 欲使着乾坤带 远远绕开 从虚空中顿飞到 蛮族圣城的后边 一座巨大火山 宛如天柱一般耸立 映入眼中 滚滚浓烟 还有红通通的岩浆 就从火山口 喷起百丈鱼膏 与天空落下的大雪接触 炸出一团团的白色烟雾 硫磺气味无比浓郁 这时 路前感觉到了净连烟火的存在 就在那座火山深处 那是一缕灭世火焰 一旦出事 净化万物 让人发自内心的颤抖 恐惧 在路前的感官中 火山之内 就像藏着一万个即将爆炸的太阳 这一火还没出事 就如此恐怖 若是真正的出现 那岂不是整个蛮族星辰都融化作虚无 路前暗暗心惊 刚一靠近 轰轰轰的 乾坤带里的青色气流 骤然燃烧起来 空间都要崩塌 不 是融化 就如同靠近太阳的蜡烛 乾坤带的空间 开始融化了 好生强大的一火 还没露面 就能隔空融化乾坤带空间 连武圣之皮炼制成的乾坤带都要烧起来 金帝焚天火跟他就是个弟弟 路前目光闪过金光 心中更加坚定地想要得到这旅异火 但现在他只能横掠千里 找了一处冰山 藏在其中 靠着这片天地的寒气 抵挡着净联夜火散发出来的滚滚热浪 然后静静等待 这一等就是三日 三日之后 满足圣城上的血色祭坛 血光闪耀 千里可见 那瘦腕力的邪神虚影已经凝实无比 它即将降临 第0698章大混乱 血色天空下 祭坛上的邪神瘦腕 闪烁着妖异红光 弥漫天地 阵阵血光 凝成巨大的漩涡 包裹住那颗邪神瘦腕 向外散发出一圈圈的能量波动 冰山夹缝中 陆前藏在乾坤袋里 险些被能量波动震出虚空 邪神降临究竟想要干什么 陆前回头盯着远处的血光 神色无比凝重 问身旁的柳灵蕴 哼 我怎么知道 鞋神本来就很神秘 不知是来自哪一个大世界 不过 它降临反正不会有什么好事 或者是大开杀戒 或者是撕裂时空 打开时空通道 放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进长生戒 柳灵渊冷笑一声 听到柳灵运幸灾乐祸的话 陆前目光微冷 没有继续询问 一边盯着邪神受暖 余光瞥向远处的通天火山 随着邪神降临逼近 火山也越加澎湃 活跃 喷发出一团团的岩浆 似烟花一样在天空上炸开 似下飞射 强烈刺鼻的硫磺岩浆气味 都渗入乾坤袋里了 片刻之后 一样变化再度发生 受暖的血光漩涡不断长缩着 一声类似虎啸山林 又像是狮吼平原的怪兽巨吼 从受暖之中传出 伴随着声音 血光猛烈闪耀 光芒大放 乌拉哈马 乌拉哈马 目睹这一幕 整个蛮族圣城的蛮族人沸腾起来了 脸上满是狂热 兴奋之色 朝着邪神受暖跪下叩拜 无比虔诚的齐声高吼 似乎万民百姓在朝拜他们的君皇 砰 终于一双强入山中爆雷的炸响 邪神兽晚上一道裂痕浮现 拳头粗大 青色的年夜从裂缝里喷射出来 滋滋滋 年夜建设在祭坛四周 立刻将坚硬无比的祭坛 俯视出一阵阵的黑烟 一些蛮族人疯狂一般 冲上去想要迎接这些年夜 结果被颇重 整个人立刻被俯视掉衣衫 血肉 显露出森森白骨 伴随着凄厉痛苦惨叫 这些蛮族人身上冒出一阵白眼 就被彻底腐蚀成一团浓水 顿时 蛮族人瞬间清醒 轰然四散 啪啪啪 裂痕继续在瘦碗上显露出来 一道道青色年夜 散发着极为凝重的腐臭气息 喷发四周 将整座祭坛腐蚀的坑坑洼洼 这时 一个精壮魁梧大汉 飘浮起来 手持力腐 威严怒吼 让慌乱的蛮族人镇定下来 此人赫然是蛮族族长 在他的指挥下 那些蛮族人重新围过来 远远躲在祭坛之下 望着邪神寿晚 目中满是期待之色 圣神降临 蛮族即将踏遍长生界内外 这天下终究是他们满足的 轰 就在这时 一声九天惊雷 轰然暴响 犹如巨大的银剑 劈开了血色天空 狠狠击打在邪神兽晚上 轰散兽晚四周的血光漩涡 是长生界的天道意志 下一刻 银雷闪烁 犹如巨蟒翻滚 狂舞着 将血色天空撕裂的支灵破碎 眨眼之间 遮天蔽日的雷银漩涡凝聚出来 强大的雷电力量弥漫天地 在刹那之间 银色雷霆凝聚漩涡中央 形成一团千亩余大的雷球 哗嗓一声 银色雷柱暴射而下 犹如天神射下的巨剑 迅猛无比 轰然射在邪神兽晚上 瞬间淹没 好 一声尖利刺耳 充满愤怒 杀戮 暴虐的力叫 从雷光之中传出 震得人神魂散乱 离得近的一些蛮族人 直接两眼一翻 如倒栽葱一样倒在了地上 在雷光闪烁着 隐约可以看见 兽篮内的九头怪物 向天怒吼 似乎被电得不轻 轰 然而 天道意志没有停顿 又使一道更加粗大 好似天剑一般的 银色雷柱披落 狠狠打在兽篮上 爆发出更加强烈的毁灭雷霆威力 那只九头怪物立刻被电得抽搐不止 连骨头都直接透视化 清晰无比的显露 这等霸道的雷霆威力 已经不弱于人仙食胎的神类 乌拉哈玛 卡基卡玛 这时 蛮族族长猛地吸了一口气 爆吼一声 乌拉哈玛 卡基卡玛 乌拉哈玛 卡基卡玛 乌拉哈玛 卡基卡玛 无数蛮族强者高声大吼 竟是自杀一般 朝着邪神兽碗冲了过去 然后轰然自爆在兽碗上 砰砰砰 砰砰砰 一片片血雾 弥漫在邪神祭坛四周 瞬间被邪神吸收 同时 天摇地动 整个蛮族星辰 轰然颤动起来 每一座蛮族圣城内的冲天血光 轰然大量 直冲到九天之上 化作一圈圈的血光 荡漾开来 连接在一起 形成一片血色琴木 竟是抵挡住九天雷光的轰袭 借着这个空道 九头邪神怪物 开始吞噬四周的血雾 飞速恢复 轰 这时 远处通天火山轰然大震 无形震动 犹如水面连一般 飞速扩散到整个蛮族星辰 在路前的感官中 这座火山里仿佛有一团浩日 被喷有而出的岩浆顶着 即将冲出火山口 轰隆一声 岩浆冲销而起 向四周抛飞 滚滚热浪随之散开 但是 它的目光 情不自禁地被散开 岩浆中的那一朵巴掌大的莲花 所吸引 目不转睛 这是一朵纯白色的莲花 九片叶子 片片如玉板精灵 盈盈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就像是世间最纯净 最完美的白玉雕刻而成 晶莹剔透 精致可爱 浑然天成 没有一丝的瑕疵 白玉莲花静静漂浮着 缓缓旋转 连心处有一点青豆大的金色荧光 轻轻摇曳 犹如风中若柳 是一缕火焰 看上去虽然随时都会被风吹灭 但是 在看到金色火焰的瞬间 路前本能的感觉到一丝恐惧 炙热 这是人族刻在本能之中 对火焰的恐惧 炙热 就这样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净莲夜火 终于出事了 哈哈哈哈 净莲夜火是贫僧的了 一道惊喜狂笑响起 千里之外 一个白玫和尚 五圣巅峰 踏着金莲一步飞来 浑身燃着白色火焰 形成一层火焰护罩 大手如笼爪 抓向金莲夜火 嗯 天心神火 是红叶寺的苦难和尚 柳玲运惊一生 似乎认出了来人 天心神火 也是强大的神火 与金帝焚天火不相上下 这老和尚也是聪明 不敢直接用手抓 激发神火护体 同时 身上金红袈裟闪烁 点点宝光 显然又是一件防御神兵 再加上红叶寺的护体神弓 抓取刚刚诞生的 净莲夜火 应该十拿九稳 修 就在白玫和尚的手 即将触碰到 净莲夜火时 一道血光 从远处破空而来 狠狠击打在他的手上 下一刻 人追随血光而来 发出一声冷喝 老秃驴 给老夫滚 这东西是我太上魔宗的 话音未落 万千枪芒刺出 如暴雨梨花般 狠狠扎在白玫荷兽身上 是太上魔宗 那个矮如冬瓜的血煞魔枪 哈哈 如此好戏 怎么能少得了我天蛇王 一声轻笑响起 一条巨大黑蛇 金铜大如墨盘 一下子游窜而来 蛇尾横扫而出 犹如天柱一般 狠狠打向白玫荷上 血煞魔枪 是你 妖仙古天蛇王 阿弥陀佛 天蛇王何必烫着浑水 血煞魔枪 白玫荷上回应了一声 各自打出惊天招式 斩成一团 战斗开始了 五胜全意 阳刚血气 四下散开 拳风暴裂 震出片片阴暴 还没打上几百个回合 血煞魔枪突然长枪一弯 一弹狠狠击在白玉莲花上 砰 白玉莲花飞了出去 横扫三千丈 就在这时 一个高瘦弱竹竿的中年子脸男子 张口喷出一张绿色火焰巨网 照向白玉莲花 这是太上魔宗的雷玉刀魔 砰 绿色火焰巨网照住了白玉莲花 火焰接触 爆发出阵阵火星 但是巨网立刻收缩 就要将莲花彻底收敛 得手了 雷玉刀魔面露笑意 哪知道 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女子身影浮现 是金国夫人 她从袖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白纸 白纸之上 写着两个铁滑银钩的黑字 剑气 字里行间是斩妖除魔的浩然正气 团团如烈日 咻 黑字光芒一闪 竟化作一道风锐无比的纯黑剑气 一闪而逝 犹如一道破裂苍穹的惊殿 积在雷玉刀魔后背 雷玉刀魔只来得及身形 微微偏移 噗刺 一只断臂 被那道剑气掌落 烟红血月随之四下飞洒 还没等雷玉刀魔震怒爆喝 一点金色枪芒在瞳孔中飞速放大 随后枪出如龙 直刺眉心 枪是纯金长枪 上课一个个小人 姿势各异 姿势各异 似乎在演练无上招式 在长枪刺来的瞬间 这些小人活了过来 朝他打出各种凶猛招式 来人 赫然是浩然正气门的姓名媛 哼 魔盗贼子 还敢记忆尽连夜火 死 姓名媛冷哼一声 杀意疼疼 啊 骤然被偷袭 断了一条臂膀 雷玉刀魔怒吼一声 却是反身抽刀 斜聊而上 一道道粗如手臂的雷电 从脚尖升腾起来 最终暴涨如巨蟒 随着一往无前 同归于尽的刀光 狠狠批向姓名媛 姓名媛不得不退 在这同时 一团火焰轰来 猛烈炸开 将白玉莲花震飞上天 顿时 场中正邪双方 冲向了静莲夜火 大乱斗开始了 白玉莲花被打得飞来飞去 犹如簇鸡球一般 乾坤代理 陆前按兵不动 真正的静莲夜火出事 连邪神大阵都要烧出一个孔洞 眼前的白玉莲花是假的 不是真正的静莲夜火 他望向柳陵运 柳陵运一咬牙 最终达到 真正的静莲夜火灾火山地底 没有迟疑 陆前遇着乾坤代 绕开战斗中心 顿向那座通天火山 地灵699章 水底肚气就人法 进到火山 陆前顿出了乾坤代 这里边热浪滚滚 连乾坤代都要融化 他头顶着七彩光运 不死神福 身上覆盖着龙铃 眉心有金色虚影闪烁着 飞速闪射 轰然坠入岩浆之中 岩浆之中 一片火红 路前谋中 万字金光闪烁 盈盈旋转 勉强看清四周的幻境 感知着那底下深处的热源 直入岩浆深处 柳陵院紧随在身旁 虽然火山里岩浆犹如海底暗流般影动 但奈何不了路前 光圈一闪 强行挤开岩浆 直入地底 路上并没有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妖兽 反而是出现了一些火惊 路前顺手收到怀中 很快 温度骤然升高 纵使是神功护体 也感觉到一丝丝的炽热 这温度 起码有五千度 路前目中金光一闪 没有退缩 选择继续深入岩浆地底 半盏茶后 深入地底三万丈 岩浆也已经气化 只剩下一缕缕白色的火焰 飘荡在岩浆地鞋中 随意飞舞 散发着融化星辰的恐怖高温 已经达到一百万度之高 就连路前的护体龙鳞 隐隐都有一种融化的感觉 差不多到了 一旁的柳陵域也是买身大汗 脸色微微苍白 他的护体身高比不上路前 在这地底深处 显然是支撑不久 路前闻言 身上七彩光芒一闪 猛然爆射而出 朝着地底射去 很快 穿过弯弯绕绕的地底沿浆通道 前方温度几乎是成倍的提升 连路前的护体龙鳞都直接像蜡烛般融化 眉毛衣裳都仿佛要凭空自然起来 这么恐怖的高温 使尽连夜火无遗 路前神色微凝 速度骤然放慢 将反魔针圣弓运转到极致 三头六臂虚影护体 缓缓向前飘去 终于 半盏茶后 前方出现一圈白色光照 嗡嗡地颤动着 猛烈如后日的热浪 就是从里边散发出来 这时的高温 就连泛魔针圣弓的金色虚影都顶不住 融化作一滴滴的金色水珠 滋得一下散作水气 消失不见 路前只能全力运转神弓 维持着金色虚影 但体内的血气钢气也在飞速消耗 只不过 它要多 根本不在乎 在靠近一些 路前神色遗喜 透过白色光芒 隐隐看见 一朵水缸大小的白玉莲花 温瓦而立 飘在空中 静连夜火 这下 路前没有犹豫 篡射出去 猛地扎入白光光照之内 出乎意料的是 在这白色光照之内 温度反而骤然降了下来 空气之中是丝丝清凉如水的气息 还有一缕缕淡淡的一箱 四下扫望 以白玉莲花为中心 空无一物 空气仙尘不染 感觉不到一丝的尘埃 元气 杂质 骏虫 都被静连夜火给彻底净化掉了 这是一个空洞洞的灵照 只有静连夜火 不愧是天地神火 竟然能够凝出一朵假火 吸引注意 真身却在这里吸收能量 准备诞生一旁的柳灵运惊叹道 这时 路前眉头微皱着 袖袍一服 从乾坤带里招出一块炼制神兵的银色银铁 朝着白玉莲花扔了过去 呼 白玉莲花上光芒一闪 一缕金色火焰凭空燃起 烧在砸来的银色银铁上 竟是直接将云铁坟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 路前见此 微微皱眉 虽然这静连夜火并未出世 呈现一个花孤独状态 半开半壁 但火焰仍旧惊人 它怎么取火 在光照之外 热浪都足以融化 泛魔针圣工 一旦火焰喷发出来 恐怕直接人都要烧成灰 不 连灰都没了 难道入宝山只能空手而归 始终有点不甘心 不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声轻响 一块寒冰冲破光照 也进到这一处灵照里 寒冰之中是一个熟悉身影 白仙儿 是你 毕公子 他看的路前 顿时面露喜笑 但目光撇到他身旁的柳玲苑 瞬间变成了疑惑 毕公子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 未完 他愣了一下 这怎么感觉 像是小女友见到情人 与别的女人逛街的吃醋感觉 他现在是我的俘虏 路前笑了笑 随口答道 哦 白仙儿目光闪过疑惑 最终还是落在白玉莲花上 面露欣喜之色 净莲焰火 是净莲焰火 没有片刻迟疑 他一甩手 一柄紫色雷电长剑出现在手上 剑芒吞吐 雷光惊人 毕公子 我先炼化天影剑 劳烦你了 请你放心 等我炼化天影剑 就帮你取得净莲焰火 若为此事 我白仙儿舞雷轰顶而死 白仙儿持剑 向路前身身拱手一败 别信他 话音刚落 一旁的柳玲运不知出于什么心思 冷声哼道 越是漂亮的女子 越是会骗人 北月宫不知出了多少渣女 骗人骗色骗财 尤其是上一任北月宫公主 纵横长生剑 不管男女老少 人妖蛇虫 一律勾引 巅峰之时 手下有十七八个人仙 为其倾慕 还有一百多个武圣巅峰 为其奔走 北月宫的女人 信不过 你 白仙儿一听 立刻抬头 清理面容浮现几分恼怒 哼 你身怀玉冰神火 极阴极寒 克制净莲夜火 若是趁着炼化天影剑的同时 通通阴阳融合 炼化净莲夜火 道时 阴阳合一 你说不定直接晋升人仙 炮之夭夭 谁还能奈何你 柳玲玉目光森森道 这下 谁都看得出来 她是在挑拨离间 听到这一番话 白仙儿咬咬牙 看了路前一眼还没等路前说话 某种闪过一丝狠色 那我再发一个毒誓好了 若是我违背誓言 就嫁给天下最卑鄙 最无耻 最丑陋的男人为妻 日夜被其羞辱 直至体无完肤 生下十个孩子为止 这够了吧 柳玲愿震惊了 没想到她连这么毒的毒誓 都发得出来 可可这时 路前开口了 笑道 其实白姑娘 你没必要发这么狠的毒誓 我信得过你 这毒誓就没必要了吧 她若是反悔 那就别怪她带着赵玄姬去北越宫发飙了 多谢毕公子信任 白仙儿拱手道谢 狠狠盯了柳玲云一眼 又道 不过 为了毕公子放心 毒誓还是要发的 我 白仙儿 郑重发誓 若是有半点寄予 敬连夜火之心 就嫁给天下最卑鄙 最无耻的男子 日夜被其羞辱 直至体无完肤 生下十个孩子为止 坚定无比的声音 字字千军 质地有声 回荡在四周 然而 谁都注意到 她偷偷改了一下誓言 呵 北越宫的女人柳玲云不屑冷笑 白仙儿脸一红 路前装作没有发现 神色一速道 白姑娘 你还是快点恋话天影剑吧 太上魔踪那些人 应该很快就会发现 外边那朵莲花 是假的净莲焰火 他们快要进来了 好 白仙儿一听 神色一速 面头一动 浑身就冒出冰白火焰 阵阵寒烟冰气四下散开 动彻神魂 这火焰团团护住她的身形 飘向了那朵白玉莲花 终于接触到了 轰了一下 白玉莲花上冒出金色火焰 瞬间将白仙儿的玉冰悬火磨灭 要将她整个人烧容 多 在这刹那之间 白仙儿轻喝一声 张口喷出一缕冰白火焰 咔咔咔 咔咔咔咔 冰白火焰一出现 立刻爆发 席卷四周 将方圆石杖直接冻成冰块 连同白玉莲花都冰封在里边 下一刻 白色莲花 隐隐旋转 喷出缕缕金色火焰 融化寒冰 即因即寒火焰 在此刻交融 散发出阵阵玄妙之力 趁着这个功夫 白仙儿将天影剑紧握 血气往里边灌注 开始借助阴阳之气炼化神兵 然而 不到片刻功夫 她目光一转 望向路前这边 眼神力浮现出求救的光芒 她钢气血气不支了 竟连焰火的恐怖 连同她的钢气都直接粉灭 怎么救人 路前眉头一皱 将泛魔针圣弓运转到极致 踏飞出去 出现在莲花枝上 顿时 阴寒炽热之气 笼罩周身 冰火交加 让人极为的难受 路前不敢耽搁 手一翻 抓出一颗血菩提 就要塞进白仙儿的嘴里 但是 血菩提刚一显露空中 立刻被极阴极寒之力卷中 直接坟灭成灰 又拿出一颗丹药 也都瞬间被火焰烧成灰烬 不复存在 嗯 路前眉头一皱 这时 白仙儿闷哼一声 身形摇晃了一下 周身护体 冰白火焰消融 只剩下薄薄一层 她的脸上浮现出恐惧 绝望之色 刚气就要耗尽了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路前神色一宁 冷喝道 白姑娘 得罪了 下一刻 她舌头一卷 将射底下藏着的血菩提卷起 然后俯身上前 以水底镀气法 将血菩提镀进白仙儿口中 第07百章 收服事先弓灭神剑 瞬间 白仙儿美眸瞪大 心头一片慌乱 脑里更是一片空白 她保存了几百年的清白 竟然就这样没了 定住心神 运转刚气 哪知道 路前抽身离去 神色一宿 网得大喝一声 这一声大喝犹如 红中大明 醍醐灌顶 白仙儿立刻清醒过来 在刚气耗尽的那一刻 吞下血菩提 瞬间刚气急速恢复 周身冰白火焰 在泯灭的瞬间 再度喷发 抵挡住 焚灭万物的金色火焰 但很快 刚气又消耗得差不多 这次 白仙儿微微低下头 目光闪躲 双颊飞起一丝羞红 不敢看人 路前倒是神色正常 二话不说 继续用水底 渡气救人法 将一颗血菩提 渡进白仙儿的口中 雨光一瞥 白仙儿看到她的目光 无比澄澈 清亮犹如暴风雨后的镜湖 身上更是闪烁着正道的光芒 这位毕公子还真是个正直的好人 大大的正人君子 想到这 白仙儿心中一念 神剑微微荡漾 催动钢气 继续炼化天影剑 就是这般 一来二去 寻回往复 约莫度了十来次 那一柄天影剑 雷光闪耀 但已经没有之前 桀骜不驯的霸裂 只剩下温醇如水的棉柔 这柄神剑 已经差不多要被驯服了 见此 路前退回来 等待着白仙儿玩世 感觉如何 柳陵运冷笑森森 传音问道 什么感觉如何 路前眉头一皱 反应过来 肃然呵斥 哼 你这女人 满脑子污秽 这白仙儿帮过我 我自然是要报恩 再说了 就算她不是我的恩人 也是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 我岂会坐视不理 眼睁睁看着她 被净莲烟火烧毁 死在眼前 好一番代意凛然的话语 你还真是正人君子 半点也不趁人之威 一旁的柳陵运 阴阳怪气道 路前神色不悦 眉头一皱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话直说 阴阳怪气的 要不是看你 还有几分用处 我早就把你 娘灵堂上的白布扯下来 塞到你的嘴里 再把你爹骨灰 混点沙子 当水泥 封住你的两张嘴 你 柳陵运一听 双眼一瞪 心中那股杀意又浮了起来 但一想到自己发的誓言 立刻咬牙切齿道 哼 你若是正人君子 你刚才怎么不 一自信把你的灵药 度给白仙儿 而是分成十来次 你分明就是在占人便宜 路前愣住了 他刚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 呵呵 被我揭穿心事了吧 什么狗皇帝 见了女人就跑不动腿 凭你还想称霸朱天 做梦吧 柳陵院见路前 莫不作声 冷笑道 路前神色淡冷 不屑回道 果然是头发长 见识短 眼里就只有 那点男女之事 震目光深远 胸中秋和万千 又岂是你这种无知妇孺 可以看透的 死鸭子嘴硬 我这无知妇孺 倒想要听听 你是怎么雄才大略 把占人便宜之事 说得堂堂正正的 柳陵院讥笑不已 看在你娘早死的份上 朕就指点你一下吧 路前双眸微眯 目光冰冷 白仙儿是北月宫公主的三徒弟 她炼化天影剑 借助净莲夜火 明无阴阳造化之力 迟早突破人仙 继承北月宫公主之位 今日 正于她有救命之恩 将来 北月宫就是大前的最佳盟友 如此一来 大前被靠北月宫 外合大罗圣地 迟早横扫正义道盟 席卷太上魔宗 你 听完她的话 柳陵运眼眸瞪大 气得牙痒痒 你果然是我数百年来 见过最无耻之人 好色无耻 居然把占人便宜 吃人软饭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真是好一个狗皇帝 呵呵 正若是好色 你还能如此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在乾坤代的三日 你大腿上恐怕已经写了上百个正字 日后 再抓你回大前 关你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路前目光森寒 如刀如剑 盯着柳陵运 瞬间 柳陵运身子一抖 退后一照 某种闪过一丝恐惧之色 路前冷笑一声 不再说话 四周也恢复了一片安静 约莫等了三十个呼吸 白仙儿惊喜欢呼一声 持着天影剑 一跃飞过来 落在路前身旁 此时 天影剑在他的手腕上 环成一道银垫手镯 闪烁着如流水般的荧光 若不是眼前所见 还真不相信这柄无上雷剑 炼化之后 竟然会发生如此奇妙的变化 多谢毕公子 若不是毕公子相助 恐怕我还真不可能炼化天影剑 更不可能明误阴阳造化之意 这番天大恩情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还请受我一拜 白仙儿拱手道谢 心里面旁红扑扑的 喜色难易 这次还真是惊险无比 竟连夜火的霸道 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纵使他刚气寻魂 竟然也撑不过片刻时间 幸好的是 眼前的毕公子在这里 度来灵药 才帮自己度过这一劫 等他回去之后 闭关参悟 将阴阳造化之力 融入体内 恐怕就能踏出那一步 成就人先之境 只不过 刚才发生的事情 终究还是有点难为情 但他活了几百年 倒也很快就适应了 坦然面对陆前 不必客气 接下来 就劳烦白姑娘 帮我取得净莲夜火了 陆前神色肃然 拱手一败 好 白仙儿没有半点游移 直接答应下来 话落 他抬起匆匆欲指 弹出一丝冰白火焰 落在路前的身上 轰的一下 火焰散开 宁做一具冰甲 覆盖在他的身上 让人感觉暖暖的 已经没有刚才那阵阵 冰寒彻骨的森冷 毕公子 放心吧 我这神火已经变异 足以抵挡住净莲夜火 不会有事的白仙儿浅浅一笑 我信得过你 陆前笑了笑 点点头 这信任的笑容 白仙儿心中一动 没有说话 转身就牵着陆前 飞到白玉莲花旁边 果不其然 白玉莲花上烧起的金色火焰 被格挡在冰甲之外 根本烧不进来 轰轰轰 白仙儿催动钢气 激发冰白火焰烧在白玉莲花之上 开始断烧起来 只不过 实习之后 白玉莲花仍旧如常 丝毫没有变化 白仙儿柳梅易促 毕公子 这净莲夜火强大无比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烧的 消耗一下它的能量 如此一来 应该能够快点炼化 收服一火烧东西 路前眉头一挑 二话不说 掏出那把兽骨巨斧 扔进扔到白玉莲花上边 屡屡金色火焰立刻从连半粒冒出来 烧在兽骨巨斧上 肉眼可见的 兽骨巨斧如蜡烛般融化 烧成寸寸灰烬 凭空泯灭 啊 真正的净莲夜火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声力和传来 一道血光破开光照 猛地冲入进来 显露出一个矮短身材 披着血衣 满脸横肉的大汗 使血煞魔枪 轰 又一道雷光 劈开光照 冲了进来 赫然是断掉一条臂膀的雷玉刀魔 只不过 二人气息漂浮 脸上衣衫破烂 似乎受到了一些伤势 被人打得不轻 路前头也不回 冷冷吩咐到 柳玲韵 拦住他们 好 柳玲韵冷笑一声 冲了上去 一掌打出漫天掌影 轰向雷玉刀魔 然而 杀意不强 显然是在敷衍 小子 赶抢本作的净联夜火 找死 血煞魔枪定眼一看 杀意腾腾 不说二话 一枪刺破空间 隔空点杀而至 天影剑 去这时 白仙儿冷冷清喝一声 手中雷光闪烁 轰得一声雷鸣 天影剑飞射而出 斩出万千雷芒剑光 笼罩血煞魔枪周身 那恐怖霸道的雷电 风锐无比的剑芒 让血煞魔枪脸色大变 连忙收枪 抖出一圈圈的血红枪光 挡住天影剑 然而 天影剑雷电霹雳 阳刚霸裂 剑光凶猛 连忙不绝 竟是打得血煞魔枪连连后退 强大的电流 剑气从四面八方 无孔不入 竟让他的护体钢气爆裂开来 浑身都开始酥麻 僵硬 这天影剑怎么变得如此恐怖 血煞魔枪怪叫一声 身形暴退 与雷玉刀魔联手在一起 抵挡着天影剑的攻击 这时 白玉莲花上 兽骨巨斧融化掉了 路前再度一挥手 招出了一柄血色巨弓 一只白骨巨剑 是仙宫 灭神剑 他当然没有这么奢侈 将这副神宫利剑烧掉 而是持着 放在白玉莲花上空烤着 吼吼吼 下一刻 一生生野兽般的巨吼 从里边传出来 化作一尊身穿战甲的蛮荒战神虚影 身形无比高大 栖息无比寻魂 仿佛从占天占地的远古蛮荒走出 手持巨斧 一斧头就劈向路前 这是蛮族的信仰之力 是世仙宫灭神剑最后的反击 然而 白仙儿欲止一点 轻轻弹在白玉莲花上 几缕凉烈火被弹了出来 冒窜起来 烧在蛮荒战神虚影上 吼 一声不甘怒吼 蛮族战神虚影 双脚燃击火焰 随后飞速蔓延 一下子席卷到全身 含有那柄斧头虚影 轰得一下 火焰散开 蛮族战神虚影不复存在 路前把握时间 猛地收回世仙宫 灭神剑 血气轰然棍筑里边 刹那之间 眼前飞速闪过一段段画面 他仿佛回到无尽遥远之前 化身上古巨人 立在干旱炽烈的大地之上 手持是仙宫 握着九只灭神剑 搭弓引剑 射杀天上九只太阳神鸟 一缕缕妙联系 凭空生出 这一刻 是仙宫 灭神剑 同时认主 帅神剑 钭神尼 交道 勿宜